重量级的货柜船长四号上个星期二 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因为遭遇强风还有沙尘暴 导致船身偏离航道 直接打横撞向两岸河地搁浅 卡在运河中间动弹不得 堵住这条全球经济海运命脉 那经过六天抢救 长四号才终于脱困 苏伊士运河呢也逐步的恢复交通运输 但是这场疫情之后世界货运的 堵船危机真的解除了吗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真的是活九尖耶 我想根本没有人想过有一天 一艘货柜船竟然可以搞得 全球货运贸易大乱 还登上各大国际媒体头版 被堵的这艘船刺号呢 它是由日本郑荣汽船公司拥有的 是目前营运的最大型船舶之一 当时候呢就载着台湾长荣海运公司 两万个集装箱 从我国丹荣帕拉帕斯港出发 要前往目的地也就是荷兰 路特丹港 没有想到不幸呢在苏伊士运河搁浅了 导致整条运河的双向运输全面的停摆 受困长达一个星期 事情发生之后呢 不少网民都拿这个长字号来开玩笑 还戏称大排长荣 变成了世界最重要航线的塞子 但是呢被牵连到的船东啊 还有贸易公司可能是笑不出来的 因为这起海上大塞船 发生在亚洲还有欧洲往来的水运枢纽 不但造成国际物流交期 或者是供应链中断等等的复杂问题 货轮航程延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估计每小时好几亿美元 对国际油价呢也有负面影响 简直就是千一把动全身啊 长四号全长400公尺 宽59公尺 重量超过20万吨 面积呢差不多等于四个小型足球场 就这样卡在苏伊士运河中间 那怎么救呢 第一个方法 用拖的 那当局此前出动至少9艘的拖船 在长四号的两侧呢 尝试用推拉的方式让船只移动 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船船还是闻风不动 第二个方法 用挖的 埃及官方事发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派出挖土机 尝试呢将运河低岸挖空 让长四号可以重新的浮起来 但是你看一下照片 那么小的挖土机 面对这艘庞然大物 究竟是要挖到何年何月啊 而这张强烈的对比图呢 也让这个小小的挖土机一炮而红 驾驶员还开了推特账号 叫做 在苏伊士运河开神手的人 不断地在更新挖土的一个进度 他还爆料说 当初他接到老板的电话 只是说去挖掉一些沙而已耶 结果去到他根本吓傻了 感觉被骗嘛 那要靠神手挖泥救命 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还有第三个方法 就是减轻负荷 不过呢要把那么多的货柜给运下船 过程当中可能有损伤就算了 也会影响到船体重量的平衡 风险太大了 那怎么办呢 最后最后的做法就是 多管齐下 先用挖土还有挖泥机 清理船底的这个淤泥 再用抽水机排掉 淹进船头隔舱的海水 然后靠多缩的拖船配合 河水涨潮才一口气把长次号呢 转正脱离岸边了 这样一次堵船危机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闻所未闻啊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苏伊士运河 他第一次瘫痪哦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这条运河呢是极具战略价值的 也多次成为各国战争的重要夺取目标 1967年 以色列还有埃及爆发六日战争 以色列只花了三天 就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的这个东侧土地 埃及为了要保住领土呢 不甘示弱 直接下令凿乘这个船只 堵住苏伊士运河的出入口 还放水雷 禁止任何的船只通过 结果就造成刚好经过的 西德拉 英国拉 波兰 法国等等 15艘的国际货轮呢 被困在了运河中段的大苦谷上 一困就是八年 真的是好苦啊 这些停泊的船只呢 多年来被沙尘覆盖侵蚀 外观都变成黄色的了 所以也被取名叫做黄色舰队 据说呢 这些被困住的船员 那么还组成一个叫做 大苦谷联盟的一个护助会 一起交流 比如说看电影啦 甚至呢 在船上办这个足球比赛 苦中作乐嘛 直到1975年呢 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好转之后 这个苏伊士运河才重新的开放使用 15艘的船只当中呢 只有两艘西德船舰 能够以自身的蒸汽动力 开出运河回国 而这段故事呢 也成为了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国际事件 好了 那讲这一次船4号它终于脱困了嘛 运河的交通呢 也开始是恢复畅通了 但是后面排着队的400多艘大大小小的货船集装箱 这几天还是挤爆港口的 对全球贸易的连锁影响也都应该还是会持续 有可能导致民用物价上涨 到底为什么运河瘫痪几天影响会这么大呢 纽约时报分析说 近几十年来呢 全球不断倡导 即时生产模式 just in time 也就是等到你需要原物料的时候 你才从外国进口 那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库存成本 还有缩短工时嘛 把省下来的钱呢 变成企业高管还有股东的利润回报 但是这种啊 零库存的模式 高度依赖整个生产链 必须完美的运作 要不然的话 只要其中一环出了问题 就好像有船只卡住的话呢 卸不了货的话 那就有可能导致全球停摆 也就意味着需要负担更多的额外成本 其实这个教训呢 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就得到过警示了 当时很多国家在紧要关头缺乏医疗的物资库存 防护的装备还有口罩都是不够用的 这些物品短时间内被迫大量的生产 而货运物流也一直处于一个大塞车大塞船的一个状态 此外呢 目前国际海运市场面临这个集装箱供应失衡的问题 运输成本反常升高 现在大批集装箱呢 又在苏伊士运河延迟卸货 让原本就受到疫情冲击的全球贸易 雪上加霜 另外我们顺带一提哦 苏伊士运河从1869年开通之后呢 一直都是欧亚航运往来的一个最短的一个路径嘛 控制着全球10%的海上贸易 而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一个统计 2019年一共有18000多艘的船航行 等于平均一天有大概51艘船通过这条运河 每年光是过路费还有相关的产值 就为埃及政府赚了大概 56亿美元啊 是埃及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所以苏伊士运河瘫痪呢 也都会大大影响国家经济的 关注播什么事 这次长四号搁浅事件 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苏伊士危机 虽然是强风导致的一个意外 但是呢也凸显了现代商店模式 严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 是具有高风险的一件事 就不知道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各国的企业啦还有商家们 会不会赶快赶快想好一个Plan B呢 拜托快快学乖咯 ż锦 相片 你们好 你们好 他们